改版真人绅士 讲述着台东出生的布农族人 迪杨一姓高南 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取得PGA认证的 原名高尔夫球教练之后 返乡培育布农族孩子们学习高尔夫 带领他们看到世界故事 而这个戏剧呢 它是在花莲取景 小演员也是在花莲选角拍摄 日前在花莲铁道电影院 举行的国理上的熊孩子首映会 剧中药角和单位都出席了 期盼2024上映播出 可以带给民众在内心满满的感动 由华星巴邦传播公司 于去年10月在花莲举行 开进仪式开拍的国嶺上的熊孩子 次全台首部原住民高尔夫球迷你聚集 将在2024年于电视台播出 日前在花莲铁道电影院举行首映 剧中药角和拍摄单位都出席与会 制作人蔡秋毅表示 拍摄过程感谢花莲宪府及各界支持 此判播出后能带给民众内心的感动 比较深刻的大概就是 那个教练呢 因为他是真人的那个 对就是真人真实的 所以他 全心全力栽培的球员 一旦遭到背叛的时候 就是那一场戏 我觉得我好难过 好难过就是 可是为了他的未来 我就只能放手 然后给他更好的环境 我的孩子才会有更好的成长机会 我自己在拍摄过程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我们唱歌舞的那一场戏 因为其实这一出戏呢 小朋友不只要练高尔舞球 就像阿富他就要去练戏 那我们是要去练歌 然后练朱语歌 那沙君也有一首也有歌 对也有唱一首 那我是也有 那我们比较难就是 我们还有搭配舞蹈在这个戏里面 而且是要跟着台词清洁 然后一起的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 我们这一场戏大概要呈现的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譬如说他没有办法生气的时候 那我就会帮他助攻就是 那我 因为他们没有拍戏的经验 对 所以我都会 他会在旁边盯 助攻 就是 就是帮他们就是 哦 你现在没有办法生气 是因为 可能有一些字体上的 必须得要先接触 所以我会先push他 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有一些情绪的戏 他就是会在旁边 就是可能会先去推他 给他一点情绪 所以其实小朋友都比喜欢跟我在一起 跟他比较有压力 哈哈哈哈 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 有梦就尽管尽全力的去梦 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们就实现它 那也是呼吁很多 就是在业界这些有能力的人 若是小孩子有梦 如果可以的话帮他们一把 他们会更完美 而且我不得不说这部变靠你 就是会有一部 就是很满满正面能量给你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戏就是给你满满的热血 对 让你知道说即便只有那百分之一的机会 可是只要你有那个梦想 你就是要前进 你就是要去努力的去争取 坚持下去就会是你的 果领上的熊孩子改编自真人真事 讲述台东出身的布农族人迪洋一姓高南 成为全台第一个取得PGA认证的 原名高尔夫球教练后 返向培育布农族孩子学习高尔夫 带领他们看见世界的故事 群聚在华联拍摄《华联选角》 制作人和演员们表示 群聚搭配舞蹈音乐 还有布农族的发音学习 大量的使用动画带来不同的观感 自新的尝试和挑战 也鼓励民众 只要有梦就尽自己的全力追梦实践 记者长方院华联师报导